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要懂的方法 我们懂的方法 我们修行要懂的方法 你不要修错了 而且 我们曾经讲过 像这个保铁器 你只能够做 不要超过二十一次 一天不要超过做二十一次 因为保铁器是属于极烈的气 极烈的气 九节佛风是属于 这个 可以讲 是比较 它不极烈 比较温和的 九节佛风是温和的风 温和的气 在循环 在你身体里面循环 可以多做没有关系 那保铁器是不一样哦 你吸一口气进来 压住 然后上提 就压在 下丹田 然后你避住呼吸 一直到不能呼吸的时候才呼出去 那时候 那时候你还有规矩 还要再吸进一口 然后去冲顶 冲到顶 顶峭 然后又散到全身四周 然后再呼出去 呼出去的时候就比较急 所以这是属于极烈的气 能够影响到你的身体 各个器官 所以你做多了 会 这个牙床会肿起来 因为火很旺 牙床肿起来 牙床肿起来 有的时候会流鼻血 眼睛会红 有时候脑袋也会脏 也会头痛 你修超过了不可以 所以它是有节制性的 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 跟你讲 有节制性的吃 就是吃的营养 又达到减肥的目的 工作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